零分试卷交给了爹 爹生气怒拉牛尾巴 牛兽金角踢鸡屁股 鸡妈被踢无奈早产 但碰斧子孵出小鸡 小鸡出门被鹰抓走 不料大雕黄雀在后 小鸡掉落摔尽烟囱 脚踩木棍冲出房间 鸡脚旋转滚进牛口 木棍玉草燃起大火 为求生存鸡抓牛奶 牛牛奶腾踢倒水桶 男人看呆张开大嘴 烟斗掉落点燃干草 火势蔓延来到码头 木筏过河烧到对岸 顺着草地直逼春田 路过小学暂坐停留 校长看到大惊失色 叫来威力就要灭火 红毛威力很是无奈 灭火工具全部失窃 贴心校长拿出试金 令令威力凑合着用 不料酒精助燃火焰 校长大骂不良小 偷灭火器没变变动 巴特豪斯悠哉悠哉 六缸引擎叙事待罚 安全措施准备完毕 登上战车启动开关 拖江野马直冲春田 镇上百姓手忙脚乱 火势逼近危险区域 莱尼卡尔大惊失色 亲妈就在那里工作 危急关头巴特赶到 漫天干粉扑灭大火 调皮捣蛋的孩子 成为了全镇的英雄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市长决定满足他一个愿望 巴特开动脑瓜 在尾刀上印上自己的头像 把奶茶输进自己的血管 让全镇居民排队 亲自己的屁屁 或者驾驶超跑 拿着篮球完成爆扣 巴特想了想 最终选择了开车扣篮 毕竟谁都想唱 跳 软 篮球 市长拿出一张驾照 给到巴特 询问他如果出了车祸 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气管 市长表示你说的可太对了 随即拿出驾照 撕下了捐赠者的标签 小丑很难过 他刚准备换个蛋蛋 就遇到如此噩耗 不过很快就想到了 另一个方法 十岁的巴特开车上路 亲爹侯莫在旁边指导驾驶技巧 突然一辆车抄了过去 侯莫很生气 他让巴特追上去 拿出光盘开始攻击 不料另一辆车里 做的是他的专属用车马机 巴特成为了有车一组 侯莫还给他配了部手机 你开我的车就要听我的话 一旦我打了你的号码 那一定是我需要代价 巴特接过手机 怒骂自己是个傻逼 不良爹地夜晚还要接机 我在唐人街 喝了点酒找不到回家的街 你快开车来我这条街 跑得快了你就是我爹 从此以后 不管巴特身在何处 身边的电话都会不合时宜的响起 为了不再当车服 他驾车离开了春田镇 找回自由的巴特身心舒畅 看到路边的小姐姐忍不住打起了招呼 有你们女士喜欢音乐音乐吗 我对 姐姐上了车发现弟弟有点小 巴特解释自己只是看着年轻 其实已经18岭 阿布 是18岁出头了 达西相信了巴特的鬼话 一个人的旅途变成了两个人的甜蜜 伴随着情愫的发酵 巴特将车子开上了山 露天影院的屏幕上正在清嘴 车里的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画面转向恐怖 两人吓得发生肢体接触 啊我好喜欢你巴特 你们女孩子就喜欢说鬼话 为了证明自己的喜欢 达西直接要了巴特的初吻 两人从天黑吻到天亮 期间甚至没喝一口水 夜幕再次降临 两人躺在车前 达西突然提出要和巴特结婚 这可把巴特吓了一大跳 你都亲过我了 如果不和我结婚 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你这个渣男 不 我不是渣男 那我们这就去结婚 两个孩子来到法院 轮到巴特签字时他犹豫了 他向达西坦白自己只有10岁 达西很惊讶 但他身上也藏着一个秘密 我生了 巴特想要逃跑 但侯墨这台老爷车却不争气地睡他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法院 巴特的女友达西怀孕了 但孩子却不是他的 巴特很不理解 我们明明牵了小手也亲了小嘴 孩子不是我的那是谁的 达西告诉巴特 孩子的父亲是挪威的交换生 但他早就跑了 如果让妈妈知道我还没结婚肚子就大了 那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求求你了 当我孩子的爹吧 我那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虽然我很想接这个牌 但我年龄不够法定了 这是一直偷听的工作人员表示 犹他州的婚姻法很宽松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娶10个老婆 当车行驶至沙漠中央时 达西开始了作妖 我想吃新鲜的草莓 到了犹他就给你买 我现在就想吃 我有个香肠你先吃着 另一边 马吉发现了巴特走时留下的书信 信上说自己要去由他结婚 还表明他的女友已经怀孕 侯莫很骄傲 儿子年纪轻轻就拱到了白菜 那你还太过分了 他怎么能在结婚前就怀孕呢 我是说现在小孩都不穿护具的吗 咱美丽间简直太开放了 两人准备出门寻找巴特 恰好碰到达西的妇女 我女儿跟着你儿子跑吗 你们还我的女儿 父母们在仪式开始前抵达现场 巴特你太小了 裤衩都得我给你洗 所以你不能结婚 可我已经找到人帮我洗裤衩了 而且他会洗得更干净 这时达西的父亲也前来阻止 面对这些想阻止自己当街盘侠的人 巴特选择了反抗 看着躺在地上的巴特 达西终于站了出来 他坦白孩子不是巴特的 之所以和巴特结婚是为了不让父母蒙羞 我们可以对外人撒谎 说你妈怀的是双胞胎 这个主意可太棒了 巴特我们分手吧 回到家中后 巴特告诉侯末 他真的燃起过当爸爸的气态 孙儿 一天你会成为一位父亲 然后一天你会成为一位 谢谢 哥 嘿嘿嘿嘿 嘿 为老师的事 你愿意转我回来 当我听到公司的歌曲 在窗口里 你得到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怎么问你